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六面 心是破转即见内 这个古德说 不是本心修法无义 我们的法门有很多选择 你可以去拜佛 你可以去念佛 你可以去持咒 但是从论人经的角度来说 重点不是你修什么法门 重点是能修的那念心 到底你是依止真实的心 还是希望的心 是重点 其实我们这样子讲 你的心永远是主导者 你看同样一句佛号 跑到不同的心中 产生的效果不一样 所以你把这个能源经参透以后 你说这个人 他有什么样的殊胜的妙法 我都不相信 再好的法门 你没有用真实的心去修 心是希望 所有都是希望 因为你根本就是希望 你是一个杀 你用很高的温度去考 一辈子还是个傻 因为你的本质是傻 问题是你的本质是傻 问题是你的本质是希望 不是说你温度有多高 不是说你一天拜多少佛 这个重点不在这里 所以六祖道士讲很清楚 只问民心见性 不问禅定卸托 禅定再高 他后面五十阴谋会讲到 天谋外道禅定高的多的是 多的是 为什么他变成天谋外道呢 他是一直妄想心在修行 所有的家行都在加强 他的希望的力量 他不修行还好 他越修行越严重 因为他本质是希望 所以我们在修行第一步 就要走好 你到底要用什么心来修行 古人讲修行第一件事情 民心见性很重要 了解你心中的真望很重要 什么是真实的心 你应该要不断的去加强 什么心是希望的 你要慢慢的舍利 我觉得我们认识经 一个观念很重要 你刚开始你要先有判断力 你产生一个恋头 什么是你的主人 什么是贼 你要搞清楚 你什么是主人 什么是贼都搞不清楚 那你怎么办呢 哪些恋头是要消灭的 哪些我们的艳力是要增长的 你都不知道 这个标准的盲修下恋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什么样的心态 是我们要不断加强的 跟涅槃相应的 什么样的心态 是你要慢慢远离的 虽然我们刚开始做不到 但是我们要知道 至少我知道他是贼 至少你要知道 哪些心是妄想 你要先能够分别真妄 你才有希望 所以整个修行过程当中 明心见性 了解真妄 这个是最重要的 至于修行 那个慢慢来 先把心条端正 否则你越修行 后面会说 越修行 越变成天魔外道 越修行 越变成阿修罗法界 那就完了 所以我们这个刚开始 先把这个妄想的心 先把它破除 当然破除妄想 你看到这个地方 佛陀都没有 要你怎么去对峙他 都没有 你不要去对峙他 你把它找到他的处所 你找到他的处所 他就完了 他自己就消失掉 你不要对峙 所以你看佛陀 他一直只问一个处所 只问一个问题 你从什么地方来 你找找看 佛陀他到目前为止 佛陀一直在提问题 说你的心在哪里 他只提出这个问题就好 这是非常告病的 他没有说 那你去对峙 他只问一个问题 说你这一念 出家的心在哪里 你从什么地方来 我们看佛陀第四番的 这个问题 那么阿兰尊者 他这时候 他要提出 他的心的看法 他转记 他辗转记度 他的心 是可以见到身体里面 那么这一颗 其实偶尼大师说 就是等于第一颗的 一个转记 第一颗阿兰尊者 他本来说 心是在内 在内 那佛陀说你在内 但是你见不到 里面的五脏六腑 所以被破了 那么阿兰尊者 他想一想说 不对 我心是在内 而且我也见得到 我里面的五脏六腑 所以他用这个第四颗 来挽救第一颗的过失 他的心是在内的 而且的确可以看得到 五脏六腑的 我们看阿兰尊者 转记的下帽 阿兰尼白佛言 在内的这种情况 又做一个比较深入的思维 你听听看 所以一切繁复众生 他身体的结构是这样子 有两种结构 一个是腑脏 这个腑就是我们讲五脏六腑 这个腑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在身体当中 他主管消化了 排泄了 比如说肠胃膀 这个叫做腑 它是一种消化 那么消化以后 把多余的东西 把它排泄出去 这叫做腑 肠胃膀 第二个是脏 这个心肝脾肺肾 那么这个脏是干什么呢 它的功能就是 把这些肠胃消化的东西 的营养 把它吸收起来 把这个能量 把它散布到身体的经脉去 来支持身体的硬作 叫做脏 所以这个身体的结构 就是腑跟脏 这两件事情 那么这个腑脏 这五脏六腑 是在身体之内的 这是一件事 其次呢 我们的身体 有叫做蹊跷 蹊跷呢 就两个眼睛 两个鼻孔 两个耳朵 一个嘴巴 叫蹊跷 那么蹊跷 它是有穴 它有那种 对外开通的穴 在外面 它把这个身体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里面的扶脏 一个是外面的蹊跷 有脏则案 有效则明呢 那么因为这个五脏六腑 在身体之内 它没有光明了 因为那个 被这个我们肚皮隔住了 所以它的下帽是暗象 所以你要 你要看到五脏六腑 是黑暗的 因为它里面没有光明 但是这个七窍呢 它是对外开通的 所以你看出去 有很多光明 好 那么再把这个定义先清楚 内外 里面是没有光明的 外面是有光明的 好 那么我现在面对佛陀的时候 你看我眼睛打开 通过我的眼睛的翘 我看到佛陀很清楚 看到山河大地也很清楚 这个就是叫见外 看到外面 那么我现在把眼睛闭起来 我看到一个暗象 这个暗象 就是我的五脏六腑啊 我眼睛闭起来的时候 我看到前面的暗象 这个暗象呢 就是五脏六腑了 我五脏六腑就是黑暗的相撞 因为里面没有光明 其实我看得到 只是说呢 它是一片暗象 也就是说呢 阿兰尊者是认为这个见 有两种 一个是见到外面 一个见到里面 你看我看到外面 都是光明的 这很清楚 我往里面看的时候啊 五脏六腑本来就黑暗了 所以我往里面看 我眼睛闭起来往里面看啊 都是暗象 都是见 只是一个见到光明 一个见到黑暗 所以我之心在身体里面 是没有错 我不是见不到 我的五脏六腑 我是见到的 我是看到一片暗象 这个暗象就是五脏六腑 所以我还是有看到它 所以这个意思呢 它这个地方 也是挽救它第一颗 那个心在内的过失 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看这个佛多怎么破斥 这当中有三段 第一个正破 第二个转破 第三个截破 先正破 佛告阿兰 如当闭眼见暗之时 此案境界 唯一眼对 唯不对眼 若一眼对 暗在眼前迎合成内 若成内则 居暗事中 无日夜灯 此事暗中 皆如交付 若不对者迎合成见 先度第一番的破斥 那么就着前面的回答 也乱问了 佛告阿兰 他说 你现在你说 你把眼睛闭起来 你看到一片的暗象 那么你说这个暗象 就是你的五脏六腑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黑暗象 跟你的眼睛 有没有相对 还是不相对 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眼根 去看一个东西 一定要怎么样 人间的眼睛 跟锁垫的东西 要相对 比如我眼睛看花 我的眼睛 跟花不相对 就看不到花 你把这个花 放在我的后面 我就看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眼睛 不能跟它相对 你把这个花 前面有一个布遮住 我也看不到 因为我跟它不能相对 所以能见的眼根 跟所见的色层 要相对 才能够构成一个 所谓的见 构成一个见 佛陀把这个 能见的观念 先确定出来 到底 你说你见到的暗象 这个暗象 就是五脏六腑 那这个暗象 到底是跟眼睛相对 还是不相对 先提出这个问题 若一眼对 暗在眼前 一个成类 说你今天看到 你的五脏六腑 这个五脏六腑 是被你看到了 那么五脏六腑 一定要跟你的眼睛相对 如果是相对的话 那有问题了 你看到的是一个暗象 这个暗象是在 你闭着眼睛 看到的是在你的眼前 你的五脏六腑 是在你的身体里面 怎么能够相对呢 所以相对是不成 若成类者 居暗事中 无日夜灯 此事暗中 坚入交互 如果你一定要说 前面的暗象 就是五脏六腑 那么这样子讲的话 你在黑暗的房间当中 都没有光明 你看到的暗象 那都是你的五脏六腑了 那就不合道理了 所以这个是 有相对的情况 第二个 你说我不相对 不一定要相对 就看得到 那这个不相对 就不能构成见 所有的东西 一定要人见的眼 跟所见的色彩 要相对 所以不相对呢 就不能构成一个 见有的功能 所以佛陀以这个 对跟不对 如果有相对 相对 比如说我有相对 这个暗象 就是五脏六腑 那这样子讲的话 那你看到的暗象 都是你的五脏六腑 那就不合理了 如果说不相对 不相对 就不能构成见 所以相对也不对 不相对也不对 所以说你看到暗象 是五脏六腑 是不合道理的 那么这个是 佛陀正式的破斥 那么这以下 佛陀害怕阿难尊者 在辗转嫉妒 再继续的在破斥 转破 转破当中有三段 第一个 破其转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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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看第一段 破其转嫉妒 这个内对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佛陀在进一步说 你说你今天眼睛闭起来看到暗象 这就是五脏六腑 为什么呢 是内对嘛 什么叫内对呢 我眼睛可以旋转 我眼睛可以看到外面 我也可以旋转一百八十度 看到里面 叫内对 我眼睛可以旋转的 叫内对 我们看这个经文就清楚了 若离外见 内对所成 何眼见暗 名为身中 开眼见明 何不见面 若不见面 内对不成 见面若成 此了之心 即眼根 乃在虚空 何成 那么 纵然 你今天离开的 外见 外面的这种所谓的见 你说我不必在外面相对 我在里面也可以相对 这是内对 就是我的眼睛啊 我可以回光环照一百八十度啊 在背后相对的 那么一相对的结果呢 我眼睛一闭起来 我就 眼睛马上 转八十度 一百八十度过去 看到了五脏六幅 看到一边的暗像 这个就看到眼睛 就看到身体里面啊 那这样子讲 佛陀说 那你眼睛打开的时候 看到光明像 看到三合大地 你的眼睛竟然那么厉害 可以向前看 向后看 那你为什么看不到你的脸部呢 你的脸部距离还比较近啊 你的眼睛能够一百八十度 三百六十度旋转 那你为什么看到 看不到你的脸部呢 我们有的脸部 看得到有的看不到 所以不合道理 那如果说你一定说 若不见面 那也就不准 如果你眼睛看不到 那表示你的眼睛 没有那么厉害 可以旋转一百八十度 三百六十度 不可能 你想想看 五脏六腑这么远 你都看到了 你的脸那么近 你都看不到 所以看得到五脏六腑 而看不到脸 这是不合道理的 你如果说 你一定看得到你的脸 见面若成 那么你的心跟眼睛 一定在虚空 只有一个东西在虚空 才看得到你全部的脸 所以表示说 这个内对是不合道理的 因为你眼睛没那么厉害 不可能做这种 一百八十度的旋转 不可能 因为你在怎么旋转 你看不到你的脸 你的脸部 所以有此列推 你一定看不到你的内脏 看第二段 迫其转取在空 若在虚空 自非如敌 己因如来 金剑如面 意识如生 如言以致 生而非诀 那么这又是 帕拉尊者一种 辗转的嫉妒 就再进一步的追问 你说 我看得到我的脸 即便我的眼睛 我的心在虚空 也无所谓 那么这个问题 如果说你的心跟眼睛 都在虚空 那这样子有一个问题 那你的心跟眼睛 就不是你的身体 一部分 它跑出去了 那么 这样子的话 你的心跟眼睛在外面 那么佛陀 今天看到你的脸 那么佛陀的身 就是你的身体 你看 你看得到你的脸 你的心跟眼睛在外面 那佛陀 也看得到你的脸 那么佛陀的色身 就是你的色身 因为你的色身 变得在外面 那么这样子 有什么问题 你呢 如焉以致 深河废绝 你的眼睛在外面 你的心也在外面 你的眼睛跟你的心 都跑到外面去了 那你这个本来的身体 还有没有感觉呢 还有没有感觉 还有没有痛的感觉 痒的感觉 因为你的心 跟眼睛都跑出去了 因为你执着 你一定看得到你的脸 所以它只好跑出去了 跑出去了以后 你现在的身体 还有没有感觉 因为你的感觉 已经跑出去了 还有没有感觉 再往下破 第三段 破其转习两觉 病如直言 生言两觉 应有两知 急如一生 应成两佛 如果你说 生言两觉 你一定要执着说 我外面的眼睛 有一个感觉 我的身体 有一个感觉 那就是你有两种感觉 你有两种 明了知觉的感觉 那你一个阿难尊者的生命体 有一天你成佛的时候 你成两尊佛 因为你有两种感觉 两种感觉 你有两个明了性 以后你同时成就两尊佛 不可能 因为一个觉性 只有一尊佛 阿弥陀佛 本世释迦牟尼佛 都是一种友情的觉性 所成就的 如果你有两种觉性 那你就成两尊佛 那么这个是跟事实不相符合 没有一个人说他成佛以后 同时成就阿弥陀佛 成就本世释迦牟尼佛 不可能 即便佛陀可以互含互设 阿弥陀佛的心可以射入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可以射入阿弥陀佛 那也是两个心事相互作用 那是两尊佛相互作用 那因为佛的心事无障碍 但是这毕竟还是两尊佛 所以我们一个人的设身 只可能成就一个感觉 成为一个佛 所以总而言之 解破 事故因此如言见案 名为见内 无有是处 因为不合道理 这个地方 我会大师说 说他这个七处破旺 其实就是在真心 在找那个心在哪里 就是说 你这点心在哪里 你找找看 所以我会大师说 其实后世的禅宗 禅宗基本上不看经典 但是他一定要看任人经 你看禅宗的传承 几乎都是任人经的观念 从出主开始 二主慧可大师参访出主 说弟子心不安 起和尚开示甘露法门 像出主缺法 出主什么话都不讲 问他说 你心不安 你把心找出来 结果二主一回关还照 密之了不可得 你这样就安了 你不随他转就好了 他本有字体 你干嘛去安他 你只要不管他 他自然就消失掉了 你就一天到晚管他 越管越复杂 我们这一天妄想 最喜欢你跟他纠缠在一起 就没完美掉 讲实在话 妄想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你问他一句话 你从什么地方来 他怕死了 你只要去看这个妄想 从哪里来 这个妄想就消失掉 他自然消失掉 他经不起你这样看 你看二主问出主 将心来 密心了不可得 我们看 四主去找三主 也是一样 我心中很多过爱 请你告诉我一个安心法门 三主说 谁绑住你了 找没有密之了不可得 没有人绑住我 好那就是安心法门 乃至于你看 我们禅宗到末流 念佛是谁 所以你不要念他们念佛 向外攀岩 你想想看 那个能念的心是从哪里来 一早 念佛是谁 密之了不可得 偶尔大师说 你不要看这七处只是破旺 他怎么样呢 密显真心 立根人破旺的时候 他就能够显出真实本性 了解真实本性以后 你就怎么样 你就能够称性其秀 随顺本性 你以后的修行是从里面发出出来 称性其秀 一提其用 你不是从表层上修行的 这个表层意识啊 是受外见牵引的 你有时候心情很好 有时候心情不好 秦时多因偶正义 这点就没办法修行 因为你的心是被外境牵动 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 佛一大师说 七处真心 主要的目的 要我们逆流造性 就是我们这一内心 跟外境接触的时候 我们习惯是向外攀岩的 一种生死流 我们习惯是怎么样 顺从妄想的方向去走 那就完了 没完没了 那么这个生死的梦啊 就永远做不完 大家知道怎么办呢 逆流 就问你这念心从哪里来 逆生死流 去观照我们的本性 把妄想的真实体 给它破坏掉 这个时候你整个生死 就没有根了 生死之花呢 自然就枯萎了 其实生死本来就不真实 因为我们不断的顺从它 所以它就不断的相续下去 就叫生死相续 就是妄想相续 那么妄想它有个开关 你只要观察它 妄想无信 它是无自信的 它的本性是自信空的 妄想的力量就慢慢消失 生死也就慢慢消失掉 本经的观念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它会不断的去重复 去找这个心在哪里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问它这个心 它的体性在哪里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五段 破转即随身 这个随身就是我们这一天心 随着它所攀岩的静 它就在哪里产生 随着它所攀岩的静 就在哪里产生 我现在的心看这朵花 我的心就在花上面 我的心看在这个灯 我的心就在灯里面 所以这个阿隆索现在很聪明 他这个处所叫不一定 前面讲固定都被你破 在里面在外面在根都被你破 我干脆讲一个不决定 我的心的处所是变化的 谁所何处 心则有之 我的心跟哪一个近接触 我的心就在那个地方出现 是这个意思叫随身 随进而生 这地方有两段 第一个转记 第二个破词 我们看转记的部分 我们看这个经文 阿兰言 我常闻佛开示示众 有心身故种种法身 有法身故种种心身 我仅思维 即思维体使我心性 谁所何处心者谁游 亦非内外众见三处 那么这个段经文有两段 第一个是应佛习教 第二段是谬解标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前面阿兰尊者 他的前面四番的执着呢 都是根据自己的知见 自己的想法 结果都被破斥 所以这以下的三番呢 阿兰尊者不再用自己的想法 这以下三番都是引用佛陀的教诲 用佛陀的教诲来回答 引用佛陀过去的教诲 我们看他怎么引用 阿兰说 我身为佛陀的侍者 我当然经常跟随佛陀的身边 也经常听闻佛陀 对在家的恶众跟出家恶众 所谓的侍众弟子开始 开始什么道理呢 开始两层的道理 第一个有心生故种种法生 第二个有法生故种种心生 那么这两句话是讲到 一种心跟法之间 一种相互的辗转的因缘 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当中也构成整个 佛教的一种轮回的观念 一种生死相续的观念 我们看第一段 有心生故种种法生 那么这一段 假设我们是以一起的生命来观察 以一个大段的生命 不要掖着一个岔鲁的念头 这太危险了 掖着一起的生命 由心生故种种法生 由于我们过去生 产生很多的信念 所以我们今生 就出现很多很多差别的果报 果报之法 举个例子 你看 我们过去的心 经常生起不失的心 由心生故 所以我们今生 就产生很多很多富贵的法出现 有些人过去的心 有慈戒的心 他今生就经常出现 尊贵的法 有些人他 遇到事情的时候 他产生忍辱的心 他今生产生 庄严的色神的法 所以由过去的 种种的心态 而创造今生 种种 善恶的差别法 好 再看 这是讲过去 跟现在之间的相互关系 相互的一眼 我们再看 今生跟来生 由法生故种种心 前生的你 创造了今生的你 也可以说 前生的心态 我们前生产生很多的 善恶的心态 把你今生创造出来 那么我们今天 在受用这个 一正诸法的时候 又产生一个新的心态 又产生一个新的心态 那么由法生故种种心生 由于今生 我们在受用种种的 色神相畏处 这个五成的法的时候 我们又产生一个 新的善恶心态 这个心态又会 又造一个业 又影响来生 所以 佛教的生命观是认为 过去的你 创造今生的你 今生的你 又创造来生的你 所以 我们今生所受用的果报 讲实在话 跟你没有关系 跟你没关系 跟谁有关系 跟前生的你有关系 你要感谢 如果你觉得很不错 你要感谢前生的你 如果你很痛苦 你要 忏悔前生的你 其实 我们今生所造的业 都还没有表现出来 我讲实在话 这是一收事 那时间上有前后的菜 我们今生所造的业 大部分都是在来生表现出来 今生就算有 也是一个花报而已 它还没有正式表现出来 我们今生的果报 都是前生造的 所以叫做 由新生故 种种法生 由过去的心 创造今生的法 由于我们受用今生的法 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心态 那么因为这样子 心产生法 法又牵动心 在构成一种所谓的佛教的 轮回的观念 轮回的观念是将来的 那么这个是佛法的一种 所谓的阴言观 这是佛陀经常开始 这也是合乎真理的 那么阿兰尊者对这个观念 他提出他的看法 这是以下是 这一段是佛陀的真理 这以下是阿兰尊者 个人的戒毒 我进思维 那么我把这个观念的 这种心产生法 法产生心的 这种相互的关系 这个道理 我自己把它分别一下 我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 即以思维体 即我心性 我能够去思维分别的功能 就是我真实的心性 那我的心性 这么真实 有一个字体 当然有一个处所 那么处所在哪里呢 谁所何处 行者谁有 其实这个处所是不一定的 我像前面说 一定在身内 一定在身外 一定在根里面 我的处所在哪里呢 我的心 去沿什么境 跟什么境相合的时候 然后这个心就在那里 出现了 谁所攀岩的境界 这一念心就在那个地方出现 绝对不是我前面说的 在内在外中间 三种处所 这个地方呢 偶尔大师有他的注解 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偶尔大师说呢 阿难尊者呢 闻其言教 而不解其意 阿难尊者把佛陀的言教背下来 但是错解佛陀的意思 佛陀说 心身故种种法身 有法身故种种心身 是在解释 身面是阴言身的 而阴言本身是阴言身 阴言灭的 他的本性是自信空的 佛陀是从这句话告诉我们 去了解 我们这一念心 是因为很多法的牵动 所以产生心 这一念心去造业 又产生一个新的法 又去创造一个新的心态 所以这个心态是怎么样呢 是阴言身 阴言灭是阴起性空的 从阴起性空当中呢 去断除我们的烦恼的根源 而去向涅槃 佛陀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结果阿难尊者错解意思 所以阿难尊者错解佛陀的用意 把这个心身法身 把他当作这个心是有实体的 有实体的东西 当然就可以跟谁去合啊 就有他的处所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讲做谬解标处 谬解佛陀的真实意 而标处的心的处所 诸位要知道 一个东西有处所 就有他的实体 有他的实体 你就没办法断 有实体的东西你断不了 佛教经常讲一个观念 诸法无身 什么叫无身呢 不是说真的有一个烦恼 然后我们把它断掉 不是这个意思 也不是说真实有一个生死轮回 我们把它断掉 不是这个意思 黄金说 如果真的有一个众生 我们修我空观 法空观 把这个众生给消灭了 变成佛陀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患得杀罪 因为他是一个众生 你修止观 把一个众生杀死了 转成佛陀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呢 法本来就不生 法本不生 金者不灭 就是说 本来就没有的 本来就没有的 诸位要知道 我们今天的修行 只是把我们生命的 本来面目 把它恢复过来而已 本来就没有生死 本来就没有烦恼 所以修行叫做什么 叫做恢复本来面目 把这些如梦如幻 我们希望的心 攀岩希望的境 创造的希望的生命体 把它恢复到原来的 清清的本性 恢复本来面目而已 这叫做无神 就是本来就没有生 所以佛教只是怎么样 只是觉悟而已 觉悟以后 你就不随他转了 不随他转 你生命就改变了 你随他转 那就是这句话了 心生故种种法生 法生故种种心生 那你就没完没了了 那生命就没完没了了 所以后面 后面那个佛陀讲完这个 我们自信本来清净 妄想是不真实的道理以后 妇罗纳弥陀罗尼子尊者 又起来问说 清净本来 佛陀你说我们修行 是恢复本来面目 妄想是不真实 是本来没有的 那怎么有三额大地 我都说你一动念头就有了 你念头一动就有了 你一迷的时候 那什么都有了 你悟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了 你要回观缓照 他就没有了 你要向外去攀岩 什么都是有 什么都有 生死是有的 烦恼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这念心 诸位要知道两个方向 第一个 你要顺着外面去思考 顺着外境思考 我保证有生死 我保证有轮回 你要回观缓照 就什么都没有 它是两个方向 好 我们再看 看佛陀怎么破制了 破制当中 斩断了 这个叫做 叠记跟正破 佛告阿难 如今 如今所言 有法生故 种种心生 谁所合住 谁有者 这个叠是 就把阿难尊者 他所执着的相貌 把它叠 就是很明白的 先指出来 佛陀告诉阿难尊者说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有法生故 种种心生 谁所合住 心谁有者 前面阿难尊者是引用佛陀两段的开始 由心生故 种种法生 由法生故 种种心生 但是他以下的经文 真正引用的是 下面那一段 就是因为有种种种的果报诸法的刺激 所以就使令我种种善恶心念产生 所以我的心 在哪里 那看哪一个劲来刺激我 谁刺激我 我的心就在哪里 那么这个就是他引用的是第二段 那么谁所合住 心谁有者 我的心跟哪一个静 我在听声音的时候 我的心就在声音当中 我在看花的时候 我的心就在花当中 就是由法生故 种种心生 是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看佛陀的破斥了 正破 破五体跟破有体 看破正念心无字体的 四心无体 则无所合 若无有体 而能合则 则十九件 因七成合 是亦不难 那么 你说是由法生故 而种种心生 所以我的心的处所 是不决定的 变来变去的 那佛陀就分成两种情况 第一个 他是没有字体的 第二个有字体的 先看没有字体 所以假设我们这一念心 是没有字体的 我们讲离成无体 离开的这一念 静 他的体就不存在了 那么这样子讲 就是没有所谓的合不合 他没有字体 没有字体就没有处所 他只是一个希望的影像 一个希望的影像 怎么能够跟外境相合呢 假设你说这个心是没有字体的 只是一个影像 能够跟外境相合 那这样子讲的话呢 这个十九戒 就可以跟第七成相合 佛法没有所谓第十九戒 只有六更六成 只有十八戒 佛法只讲六成 没有第七成 那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跟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相合 这个道理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你心是没有体的 这个四心五体 其实那个答案就出来了 其实佛陀告诉我们 由心身故种种法身 由法身故种种心身 佛陀的意思就是在讲 这个心五字体的 它是原生原灭的 是这个道理 没有字体 不是说没有作用 我希望大家 即空即假即中 空是空掉它的字体 即假是因人 它有它的叉弩叉弩的生命作用 所以即空即假即中 比如说有人告诉 你这个人很好 你这个人很好 这是一个劲 来刺激你的时候 你很欢喜 有的时候你这个人很糟糕 你产生称心 但是你这点心 你这个人很好 我们的心是怎么样 去攀岩你这个人 很好的这个因身 才产生欢喜心 当你这个话忘掉的时候 你这个欢喜心就消失了 它离开曾经没有字体的 它只是一个 延伸延灭的影像 当你看到你这一念心 是没有根源的 没有字体 只是一个延伸延灭的影像 这个时候你在看人生 真的是一场梦 就像古人说的 梦里明明有六句 醒后空空五道千 所以古人讲 人生几十年 其实就是一场梦 如梦如幻 当然佛陀 佛陀在破的时候 是破那个望的字体 但是这个梦不表示 它没有作用 我们要戒甲修真 我们到时候 还是要这个念头 去修行 只是说 我们知道 妄想没有字体 我们不随它转 你这个时候 是菩萨的艳丽 发自内心的 做你该做的事 而不是 做你想做的事 从一种 情绪化的一种心态 变成一种菩萨的艳丽 这个艳丽怎么样 不是外境刺激的 是发自内心 怎么讲 趁性起修 这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讲 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的人 他 还是会起烦恼 跟我们一样 他还是 所有的烦恼 都没有减少 但是他 不会随烦恼而转 他在这个地方 他还是有烦恼 那么 这个地方的关键 现在四心五体 这句话大家好好 唱一唱 这念心 离开了六成 找不到他的字体 他只是一个 圣灭的影像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心生故 种种法生 有法生故 种种心生 是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先讲到这里 这个论文经 它的重点 只有四个字 就是要我们回光缓照 每一个念头起来 回光缓照 这念心是哪里来的 如果这念心 是外境的刺激产生的 这念心 你要舍掉 如果你这念心 是你的艳力产生的 那你这念心 你要顺从它 它怎么样想 你就怎么做 你要产生行动 判定方式就是 问一句话 经常要问一句话 你从哪里来 你要经常问这句话 好 下课